歡迎收看 國光幫忙 歡迎收看《我光幫幫我》 嗨 嗨a 哀 conta 我同胖 還有誰 昔馮 嘶 causa 大家晚安 在後面的是 哈囉 大家晚安 我是瑤瑤 好 瑤瑤 來 這一集大家特別興奮 因為今天我們要討論一個 大家都很關心的事情 婚姻 真的是愛情的墳墓嗎 不是 那今天我們請到這三位特別來賓 其實我們今天六個人加在一起的話 哇 正點 因為今天請到這三位特別來賓 跟我們三個的身分幾乎是一樣的 一個是離過婚的 一個是正在結婚中 一個是準備也要結婚 但是現在是單身的 那個準備要結婚的跟你一樣 準備要結婚 這是單身的 你沒有準備結婚 當然有一天遇到我 當然會準備結婚 但是 對不對 他現在是因為今年那個飯店都滿 讓我們歡迎 宋少卿 榮翔 薛志仁 好 當兩人的愛情走到一個階段 愛女們總是會想到結婚的問題 當常常有人認為結婚是愛情的墳墓 在婚前產生的恐懼還害怕 難道說結了婚感情就會過於平淡嗎 今天的國王幫幫忙 我們請要宋少卿 榮翔還有薛志仁來幫忙 讓他們來告訴我們 到底婚姻是不是愛情的墳墓喔 不要這樣子嘛 來上個這麼多次對不對 門一來還是很窄 對... 還是走路 還是白日子 大家都這樣走 還是這樣子 對... 我們下次會特別... 對 這個上次已經講過了好不好 我們現在入座了嗎 我們現在入座吧 請坐吧 先請坐 來... 跟你們講過那個門以外殺 他不能三個一起那種浮入獸啊 好... 有... 不舒服嘛 你看 他是這樣子嘛 那我家還不夠開嘛 單個椅子來 小萱你先起來 我看那個... 咋辦已經快掛了 算了 我跟你講 什麼意思啊 椅子也別搬了 我就... 我就懷修一下 坐摩托車上舒服一點 坐摩托車嗎 你這樣整個... 太醜了吧 人家以為是那個什麼 你就把我當... 雕像的還要做愛情嗎 對 美女真的別搬 要不要坐 一定坐... 謝謝... 對不對 首先先給各位解釋一下 怎麼樣 榮翔是沈浸在愛情 婚姻的甜美之中嘛 對不對 那小萱雖然說他曾經有一個 過去的一個婚姻 但是現在也是幸福美滿 好 那中間這個 不要連東西 你為什麼偷偷結婚 你怎麼罵人啊你 你為什麼偷偷結婚呢 你認為我能光明更大得了嗎 不可以這樣子... 對 剛開始來就先弄酒 你知道我們三個都是... 對不起 來 三杯威士忌 我幫他們叫好 三杯威士忌就好 而且我要先講 留一下外加一盒麵汁 等一下 流汗 但是我跟你講 來過來了 但是現在我在 有一個很糟糕的問題就是說 不要以為我們一講 一這樣一出來 是談愛情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就談得非常好聽 但是它還是農村曲 你不要我沒聽出來 彈一次 你的兒子 還是農村曲 小鼠爛我 對 請問邵請 怎麼樣一個姻緣際會之下 就結起婚來了 想開了 認 還膩了 有了 都不是 應不起來了 為什麼應不起來才結婚 認了 要傳統解代啊 不是... 請問一下有沒有程序是正常的嗎 正常的 正常 想結婚 對 有安排家庭計畫 對 家庭計畫 安排家庭 有安排家庭聚會 聚會 所以家庭計畫就是先結婚 然後生小孩嘛 然後就結紮了 打算生幾個 打算生幾個 一個 一個啊 小孩很可憐啊 對啊 兩個孩子恰恰好 真的 至少有半 三個不嫌多 那你剩三個 四個臭一桌 還大運的你 五個大韓球 好不好 一般來講 像他結婚啊 或者是誰結婚 我們都會事先先放風說 我要結婚了 但是你這個人就神秘了 我們知道的是 我們已經結婚了 結婚是兩個人跟兩個家族的事 當然 請客朋友 大家聚在一起 變成一個party 那就純粹是一個party 你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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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櫃 對啊 這樣弄得很快 你擺他當公主啊 台中人喔 對不對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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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龍根女 幾不再來啊 等一下 幾不再來紅人啊 那個 人呢 他不在我 等一下買單的時候一起算 變得很習慣 他這樣跪一下來幹嘛 對 而且很大聲 不錯啊 對 他很習慣跪一下 我們也很習慣給他倒酒 你看這什麼態度 脫包啊 這個要先沾一下 原住民喔 不錯 乾脆把那個公盃拿過來 宋哥啊 水要弄你好 準備一個水 你才開始 對啊 我們白癡想說 好歹你就乾掉 好歹你就不要留筋 乾杯 對不對 公主全拍手 結婚一塊 我看這兩個人的架勢很像要乾 你直接拿一瓶過來 我冬一大口 我只是嘗一口而已 我眼睛瞄的時候 看他們只剩下這樣的一點 金牌的喔 可以嗎 水... 可以嗎 OK嗎 8年都好 本來是友邦派的 你看看 國光邦的嘛 對 不對嗎 你自己講到自己嚇一跳 你看 鳳哥這個有給嗎 不用... 自己人給什麼角色 你會不會給太大一點 這樣子呢還不給啊 然後... 給個杯子我吧 掛上骨勾 什麼 你回家看播出就知道 整個屁股出來是不是 骨勾地也 跟骨勾男 導播啊 很屌啊 你臉部拍拍拼衣服幹什麼 戀愛是... 結婚是愛情的墳墓是不是 是啊 我不承認 其實事實上來講的話 你這個曾經死掉的人為什麼 你要怎麼講 要怎麼講 如果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 我承認 對... 沒有熱情冷卻了嘛 對 但是愛情是需要營造的 愛情不是短暫 愛情是長久的 開營造公司談戀愛就對了 對 有小孩子的時候 你對小孩子的愛不是愛嗎 那也是愛情啊 對不對 你對父母的愛不是愛嗎 那也是愛情啊 那不是耶 不是 你不能狹隘的 其實男女男歡女愛之愛 不稱之為愛情 那稱之為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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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現在最流行的 牽手佛從聾雅的牽手佛 然後轉到哪裡 俄羅斯的聾雅 也是聾雅劇 俄羅斯他們也是聾雅 然後聾雅去教他們 各位 我們先不要談論 那個神跟佛的事情好了 我們談論一下 婚前婚後有什麼大不同 OK 你們這邊是假酒嗎 假酒 你們才一開始就嚇 你說八道什麼樣子 嚇 靠嚇 人家今天談的主題是 結婚變暗 對 一杯就... 我剛才明明談主題 怎麼現在變這樣 還罵我們 剛才說 我們還半牽手 你站前面 我站後面 剛剛神經病 你講的好不好 誰弄的 是你弄的 不好意思 邵欣 好 今天我跟邵欣呢 要代表的就是單身的想法 各司其位 首先我第一個問大家的問題 就是婚前婚後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要舉例說明 作愛次數少了 婚前婚後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要舉例說明 作愛次數少了 為什麼 最直接 為什麼 因為當結婚 婚禮以後 就變成一個共同的家庭 你們會以家庭的第一目標為重 而不是個人的信譽為重 對 而且時間搭得上搭不上 這也很要緊 就很困難了 那你去約會的時候 今天一定要先搞對不對 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你結婚婚以後沒有嘛 反正是隨時在家等的時候 當你想要的時候 他不見得想要喔 他想要你也不見得要喔 反正女孩子在戀愛的時候 會不好意思拒絕你 但是跟你結婚以後 他會拒絕 甚或換言之你也會拒絕 做愛次數少 嫉妒性會比較重 雙方都會 因為一開始是男未婚女未嫁 對 當然 沒所謂的 就是就算有也是還OK 可是結婚以後 他會有這些問題出現 你特別的會說 你幹嘛 去哪裡啊 那我們也會說 你怎麼會這麼晚回來 工作怎麼樣 跟誰啊 幹嘛 工作完了 吃飯跟誰啊 幹嘛 會比較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care 不能講說嫉妒 應該就是說 會更關注一些事情 然後比較容易會嫉妒 那會不會吵架 吵架一定是會的 因為一直在磨合 那我一定要跟很多人講 就是說結婚絕對不是兩個人的事情 老外也許是 在中國人的傳統這種態度裡面 結婚絕對是兩個家庭的事情 兩個家庭的事情 絕對是那很多的 一些不一樣的問題 就必須就會浮上檯面了 就是說譬如說 是不是這個禮拜 如果住在家裡可能 問題會比較多一點 跟爸媽一起住 如果是出去住的話 還是會有問題 譬如說你這個禮拜 是不是要回家吃飯 是不是要看看爸媽 看看弟弟啊 小孩子啊 看看弟弟的小孩子啊 那是不是要 下兩個禮拜 是不是要到你家 去看看誰啊這樣子 就會有很多的家族的問題 並不是你兩個人說 上班累啊 幹嘛 依我們這種人覺得不敢講說是最孝順 可是我覺得禮數還是要有的時候 就會很多的矛盾出現 就是說生活上的安排 行程上的安排 絕對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了 就是你又要顧到另外一半了 尤其是現在啊 科技這麼發達 但是一直鼓勵自然生產 然後自然是生產 我告訴你 生產啦 生小孩 不能再喝了 對啊 臉是紅了你 你剛剛講生產 老闆給我來碗鋼棒麵的 你現在有大喝嗎 沒有大喝 來我請回 一 二 三 下來 有嗎 沒有 可以可以 自然生產 沒有生氣啊 請說 生產的時候 生產的時候 一般就是要求男孩子在旁邊 但是那時候陪產 陪產的時候自然生產的事 常常纏到的事 我恨你 對 我恨你是我懷孕 對 都是生氣 因為跟他們幻想的夢幻 不一樣 那種痛是 沒有 無法言喻形容的痛 你知道嗎 要不就是老公被捏 對不對 要不就是被罵 你害死我 永遠不要再跟你在一起 OK 自然的講完了 我們講婆婦 婆婦更糟 等到醒的時候 他第一個眼睛張開 他沒看到你 他會記恨一輩子 真的懷疑他不加久 為什麼他會瞎成這樣 不老靠 我很瞎嗎 不但瞎 而且還冷 真的嗎 不是 我不是講笑話 我講真的耶 對 OK 好 非常好 今天這個問題 我們剛剛冷到這裡 我們已經確定了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所以大家也不要吓 不是啦 戀愛的墳墓 戀愛的墳墓 可是我不覺得婚姻是 戀愛的墳墓 我剛剛秋恆在講的時候 是 他說不是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很贊同 對 因為他可以讓你很多事情 在其他角度 你可以去做一些延續 人太常有一些感覺是說 我應該順理成章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戀愛 因為我們現在結婚了 所以很多事情 那就應該這樣 你洗碗 少卿講不準啦 因為她是老少配嘛 差太多嗎 差太多了嘛 差幾歲 10歲了不起吧 10歲啊 10歲嘛 那這樣子不對 我也一樣啊 還好啦 你也是老少配嘛 不一樣嘛 我的觀念 我比較傳言 那你那個是什麼呢 老老配 你是誰 老老配啊 真的啊 對啊 差6歲吧 那這個差7歲啊 你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啊 比你少3歲啊 你以為這時代差3歲 你能差多呢 差很多啊 差很多 不一樣 不是 我這樣講好了 少卿已經臨界中年 還沒有進入中年 但是呢 娶的那個小嫂 是如花似玉 剛好綻放的時候 這不一樣 所以這樣子配不一樣 你知道嗎 那你等到你取到像 跟你差不多也要進中年 等到我取到 就我要再取一次 不是... 但是他們這種狀況 會到什麼時候發生呢 等到少卿要進入老年 那小嫂進入中年的時候 那是狼虎之年 他們就不搭掉了 好 結婚之前曾經擔心過 或害怕過的是 人 舉手 什麼 擔心 害怕什麼 這應該是有啦 擔心當然是會擔心 擔心很多事情嘛 比方說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已經有了嘛 對... 小孩在教育 我搞得定搞不定啊 整個家的生計 我搞得定搞不定 OK的啦 會擔心這種事情 對 還有呢 其實擔心的就是 把他壓壞了 不是 不是 我們雖然一般 十十公斤 但是還是可以做 這個不低評生意 好不好 對啊 還是沒問題 不會 這擔心的只是說 還不是一樣 什麼態度 沒有啦 有啦 我們這個床 因為為了這個結婚以後 床都換新的 就是真的是七尺六尺的 鋼床 不是啦 鋼床 就是非常好的材質的木頭 然後就是很大 這就是比較擔心 就是... 當然擔心就是脾氣 脾氣不好 比較急躁 那我是很大男人的人 所以說我希望的女... 我的女伴是非常的小女人 那但是呢 非常這個不湊巧就是 她也是一個 非常事業心很重 也是一個... 很剛烈人 也是很有盤的人 要面子的人 所以就是常常會 為了這個事情 一直在磨合 到現在已經快兩年了 結婚就是一直在磨合 會覺得說 那想吃什麼 那老婆你決定 以前自己是懶吧 懶得笑 因為以前... 以前像我們那種 耍可愛耍浪漫的人 那一定是我們先設想好 在哪邊吃 怎麼去 什麼時候接你 現在就是雖然有時候 可能整理家裡 或者說有一些事 要去工作等等 那...那就... 你不是因為懶 而是你決定 你想吃什麼 我就配合你 哇塞 這麼愛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剛剛講兩個家族的事情 就...很多時候會必須... 以前只要問我爸媽現在好不好 忙的時候回家打個電話就行了 現在不是還多一個 那你爸爸會不會想... 想要怎麼樣 沒錯... 對... 然後我... 我老婆她爸爸是一個 非常開明的一個岳父 非常可愛的一個人 晚上到一半十二點 還會打電話 喂... 要不要來喝酒啊 喂... 靠 跟你個性好合喔 哎呀 我二話不說 不管在哪兒 屏東以北都順利 幹出 屏東以北 可是剛剛有個問題 我想... 這時候反過來的問題就是 他們兩個都講說 結婚前會有點擔心 有點害怕 彭哥你當初會嗎 我怕的話我就不結婚了 我也是耶 我就是神之無知 既然結了我就開始 對 其實沒什麼好怕 我覺得 你看所以說還是要 擔心害怕一點 真的 其實要有... 不是 你計畫 其實你擔心害怕是正常的 因為你是先有小孩子 對 這個是應該的 我覺得問題是在這裡 而不是觀念不對 你看我現在慢慢的 我的婚姻狀況也是有類似的 像我們這樣比較類似的狀況 就是說另外一半 現在我的另外一半 慢慢的變成藝人 慢慢的再變成藝人 那一直在上節目 那上節目以後 我們不管到哪一個地方 就會有人問 老婆呢 像我剛才來這邊錄影 老婆呢 Evan我到酒店去 老婆呢 在家 滿意吧 滿不滿意的回答 在家 對 你知道嗎 就是會被問到真的會煩 結婚規結婚 不是說一定 都一定沒事 什麼事情都要在一起 有的時候很多場合 是不方便的 真的很煩 你知道為什麼 我講一個笑話很好笑 前幾天我跟迪英去打球 一組就我跟他兩個 結果那個感地說 迪英沒來啊 他說我們的感地耶 他說你老婆沒來啊 我說對 沒來 他說那帶馬子喔 我說對啊 帶馬子 所以因為迪英打球 把他臉都包起來 把他都包起來 那感地出院了沒有 同樣是大王 同樣是大王 對 其實結婚是必要的 我覺得要看一個人的個性 還有他適不適合婚姻 雖然我們平常開玩笑 你就結了 跟小康講 你就結了 但是我知道他是不想結的 那何不就讓他這樣子 對 他覺得這樣子比較好 所以我們現在講說 以比例來講 大部分的男人是會結婚的 有 小康有一陣子吵就要結婚 會變 很多生會變的 結果對方不願意 然後就這樣一直說 後來又... 往事不願再停 小康可能是因為那一次以後 變得不想結婚 所以我覺得結婚是一個衝動 而且他週期很短 不是 他的想要... 這個衝動期很短 他週期可長可短 像我陳平 他說要結婚 去年就開始規劃 規劃到今年 我也還不曉得 結婚日期是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像邵親的話不一樣 邵親呢 碰到小嫂 是 不得不快 為什麼 競爭對手太多了 他除了一個有知名度 有才氣之外 他還有什麼 他年華已經老式了 不要 他除了一個有知名度 有才氣之外 他還有什麼 他年華已經老式了 不要這樣 人家也是... 還有會搬啊 酒量好啊 起碼他這個... 跟他結婚必須要月步 他的酒量 我們到山頂上 那麼80歲的老頭 都比他會搬 真的喔 沒有 每次在那個瘋年紀語的時候 去那邊喔 等一下8點鐘開始 7點半就不見了 為什麼 吐在旁邊 不會 講到這個我閒花了 我們一起去阿里山的時候 然後這是我們周族的勇士 周族喔 他打的時候英雄那時候有多長 有十六公尺啊 他的身體跟這個大腿一樣 怎麼會給你一杯 邵欣 來 請 邵欣不見 邵欣在搜尋 搜尋什麼 那邊的女生 但是他忘記一點了 周族是母系社會 結果他先別無話 周族父系 父系嘛 母系 母系 只有我們阿美徒才是母系 真怪犯齒 所以嘛 所以嘛 原住民有在研究調查嘛 結果我掛了 是不是 是我掛了 後不會有某牛車你先走啊 某牛車你先走啊 先走 到底誰先走 你先掛 我先掛肉 我先掛 今天談的是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嗎 不是說 談喝酒是人生的死刑嗎 還是一樣 沒有 我真的贊成邵欣的講法 真的要看個性 真的不一定 人真的不見得要結婚 我一直覺得 這個女孩子聚在一起 就很愛發牢騷 很愛一彎一彎 我沒想到你們這幾個結婚 離過婚的人也搞這一套 會喔 男的是要怎麼樣才會那樣一彎 因為你們結過婚 黃湯下肚之後就一彎一彎 對…來…幹一妹 對不對 你不要給你騎車 我沒有… 我沒有騎車 我開車來了 你不要給你騎車 你不要騎車到騎一彎 直接坐帆 對 我還可以… 我還可以騎駕駭 騎駕駛沒有人 我跟妳講 喝少一點… 喝少一點… 以前有這個鬧洞房 以前結婚的時候 其實現場是比較熱絡的 可是這幾年參加的一些婚禮 大家都是草草了事 比如說榮翔的婚禮 誰敢鬧到洞房 沒有 沒有 我靠 不是 有去鬧啦 就小弟就已經 那媽的戰衛兵了 我靠 誰敢進去啊 不是 那天是因為場面太過 就是正式 我們反而是到了 後面才好玩 才敢跑上去喝 對啊 對 後面才好玩 那小薛的婚禮 雖然是很好玩啦 掛 對 但是這個人就昏倒 不是 這不怪榮翔 怪他媽媽 榮翔嘛 小薛 我沒有看過你 我沒有看過一個男的 在外面 不是我兒子的 這麼像我兒子 來 我們喝三瓶 三瓶啊 三瓶 什麼酒 啤酒 然後前面已經威士忌 就直接吹 來 我不好意思 榮媽要喝酒 拿個杯子 榮媽說不用杯子了 來 跟 三瓶已經空瓶 就放桌上了 榮媽的身材跟榮翔 他們家全家 你只要看到榮翔 就想到他們全家 就好像以前的廣告 聽到更當上的更當 對 對 看高下是你高飄 趕快 全家當當的 但是我這裡要謝謝榮媽 因為沒有榮媽的話 我沒有酒量的 你問以前榮翔 我們出去紹興 小康都知道 我一杯酒就... 亂嘛 媽媽就下一個喝醉了嘛 對... 從婚禮開始講 婚禮有很多快樂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婚禮的時候 都要把新郎弄逛 這有什麼好玩的 是因為熱情嗎 熱情絕對是 有 熱情絕對是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如果用嚴肅的角度來講 對 那是因為大部分的人類社會 體系是父系社會 嗯 所以從今以後 新娘啊 你就要聽這個男的 哎呀 好好 這個男的就要當家主事 然後父母親呢 就是兒子啊 你將來就是成人了 你將來就是這個家的家長 所以你今天能不能夠 太多的壓力在身上 對 你今天能不能撐得起來 就要看你 是不是 可是大部分都撐不起來 大部分 對 你撐起來啦 你撐起來啦 我還沒辦婚禮 不要再逃避 還有一種 我覺得是好玩居多 還有 對... 好玩居多 還有 還有一種 報復 報復 對 其實再好的朋友 我都會對他有怨言 對 我今天就要弄掛他 不能行凍防花族夜之時 這個有點陰沉 對 吃完 拿一個 拿個結酒液啊 快點 快點 等一下 沒有... 但是我覺得... 對 不能再喝 多喝一點水啦 你還臉紅成這樣子 我最後一杯敬禮 把他背收起來 沒有 我覺得他講的是 但是... 是跟... 彭哥講的... 孫彭講的同一個角度啊 一樣啊 對不對 是同一個角度 不過我是說好玩的 好玩 對 那個報復 他講的報復也不是真正的 對 我要弄你 今天是你的日子 我要卡你一次 對... A你一下 卡你一下 大家總會有那一次 對... 一輩子就這麼一次 大家都希望嘛 就好像我很擔心 6月30日結婚那天 小康不要躲 那天我結婚的時候 我跟前夕結婚的時候 等一下 我在講我6月30日 你把那Forecast弄走 大家很忘記 那你講哪裡啊 好 我先講 我先講 不管我插謊 我喝醉我最大 好 這位總招待 不撐頭 他怎樣 龍爸 龍媽是我最難應付的客人 也是我最想要招待的客人 因為這種... 對 他結婚我總招待 結果咧 馬子來 在旁邊 他說 我喝醉了 馬子來 馬子來 身材不錯喔 小費記得要給人家 好啦 我給... 待會兒結帳說一集給 我想到哪裡 講說... 龍爸 龍爸 是你最難應付的 對啊 你車子包到車 鑰匙都拿了 發動讓他走吧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我現在沒有平衡啦 不要生氣 我會成交啦 等一下講完 他現在講我總招待 我講到哪裡 你講說我不撐頭 總招待不撐頭 他先把自己灌掛 我那個結婚派對 根本是亂派對 為什麼 吃完飯以後收桌 就直接Disco 在裡面跳舞 搬 亂搬 可以讓你玩到早上 凌晨五點鐘 這樣子玩的耶 我三點鐘的時候 撐不住掛了 你客氣 就是嘛 他就... 12點不到你就五桌八桌 對啊 而且他就先躲了起來 然後再繼續的那種 你知道嗎 應該是這樣子 我都不曉得我在哪裡 我已經很盡責了 我已經幫你撐到三點半了 你講到說要玩到五點 你沒不盡責 你客氣 小康 你撐到幾點 小康 小康早就早了 完全覺得就差不多了 小康最後一個 我店裡有事 曬 歸道 造勤 六月三十號要結婚 你很擔心那一天的情況 擔心什麼呢 我覺得你值得擔心 那我有這種咖來亂 我怎麼擔心就是 剛剛彭哥講的 孫彭講說 那所謂的好玩 跟那個所謂的抱負 因為有些是我以前主持婚禮的人 絕對會弄他 絕對弄 對不對 那即使沒有主持過他婚禮 他還沒有辦 但是這種交情 還有這種交情 一輩子Kerman的交情 這個 你說怎麼辦 我覺得你要比較小心 那種結過婚的 我當作離主持就好 我離婚了 沒關係 你不要來成家 你不要去結婚 你不要結婚 講什麼離婚 沒有禮 所以剛剛講的好玩的心態 通常都是在那個 已經結過婚的人身上 我要怎麼來玩 因為當初我什麼雞蛋 你那樣弄過去 被弄 對 什麼...那個葡萄 怎麼要怎麼玩 你知道嗎 雞蛋從左褲管進去 右褲管出來 然後不可以破 沒有 那個都算小 那個都算小意思 然後喝一下 那算小意思 而且我們是弄破以後 還要擺在中間 然後你還要完整的 這樣蛋清蛋黃出來 那怎麼弄 有一種內褲叫做 那種囊帶內褲 它就是把男生的部分 專門放在一個袋袋裡面 對 這樣 那你就把那個蛋就打在那邊 蛋清會就往外立 只剩下蛋黃 它有一點網狀 蛋清就立掉了 蛋黃就在那 還不能破 然後讓新娘穿起來 然後新娘再把那個蛋這樣 砰砰砰 拉拉捅出來 然後蛋要還是原來 所以說6月30號那天 我們要玩這個 你玩了嗎 絕對啦 對啊 你講這個 你根本是玩了 我懂了 太屌 我突然 豁然開朗 原來你是想玩這個 諸如此類的 還有什麼... 太多了 那天你還想來一個什麼 我喝多了 你們看過 整新郎最狠的招 最好笑的招是什麼招 最奇怪的 你先休息一下 這個... 掛掉 我看過最狠的就是 我看過最狠的 我看過最狠的 賓客都在啊 賓客都在 哪陰的 這是哪一國 沒有...鬧洞房的時候 不是在... 你怕嚇死我了 來...那個新郎新郎敬酒了 我們不要一直在聊酒席 在聊酒席 對 他離不開酒席 進一個房間 大家面前坐 但是蓋被子嘛 對不對 沒有蓋 沒有蓋被子啊 對 就是... 那樣是收票啊 那樣 比你... 比方說就是新郎的 就是他們算伏地景色很高度 然後把那床... 那棉被拉起來 就這麼高 就新郎的屁股會露起來 這樣 要算 對這樣 就是那個高度 還看得到新娘的 一點點頭髮這樣 在枕頭上面 所以他新郎當場做 是被鬧洞房要求的 對... 結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結婚有一個步驟也是非常非常的耐人尋味 那就是求婚 求婚是怎麼... 你是怎麼求婚的 我就是問... 就在... 我挑了一個... 花錢月下 然後月黑風高的晚上 月黑風高啊 沒有 我也跟你差不多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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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問我... 我沒有... 當然我也是跟一般的人都一樣 就是抽了一口事後煙這樣 要演 好... 親愛的 你願意... 死後葬在我家祖坟嗎 這什麼求婚啊 真的這樣講啊 沒有 類似的 當場就答應你了 沒有 沒有 那求了幾次 你用這樣的方式誰敢答應 你求婚求了幾次 他是問你說 我... 那什麼時候姐 那... 那... 那不就是... 就答應了嘛 那... 那開玩笑 那是... 你也少喝一點 你也少喝一點 對啊 我講真的 我本來以為我可以講個笑話 結果大家都沒笑為甚麼 哈哈哈哈 你笑了 這很serious 抖了包袱沒讓人感覺有包袱 那天我在一個朋友的餐廳裡面 我其實心裡有這個打算 但是我從來沒說 那那天也很怪 就在那個餐廳很... 比方說小商店 我在那邊 我心裡有這個打算 然後我也跟他吃飯 正好氣氛都很好的狀況 正...什麼叫氣氛很好 氣氛一點都不好 哈哈哈哈 那什麼 結果後來你也來了 哈哈哈哈 那天啊 沒有 看看喔 我講一下 我說那個狀況就是 那天你也來了 他也來了 平常都不來的 也沒見到面 結果孫鵬也來 秋鵬也來 啊 今天大家都來是幹甚麼 好嘛 那繼續喝 結果大家就開始了 耶 吹牛 三個六 五個八 五個八開 你喝瞎了 五個八 哪有五個八 哪有五個八 對 你剛才講的 五個八你是真的喝多還是甚麼 都已經變這樣子 對 黃鎮針鑰子 還有在這邊 等一等一等 喔 對不起 就還有其他做的客人 我就突然站起來走到那個櫃台 就是所有那個餐廳是值的 走到大家都看到地方 我說 呃 小師你可不可以過來一下 跪下 哈哈哈哈 老套 對 我跪下 老套 我跪下 他是傳統 然後 我跪下 我跪下那一刻 我開始撇樹 被自己感動 對對對 被自己感動 然後也沒球 我才跪下來 結果周遭的人就開始了 喔耶 快啊 快講啊 快講啊 那我說那 男人到這時候 突然會變得很沒創意 本來可能會有很多的一些 幽默的 各種的 幽默的 好笑的 受造型沒創意 不可能 對 那天真的沒有 那你就 訓畢的 然後你就講了 你要不要住在我家住坟 是不是這個意思 很掉 你真的怎麼講 OK 就還是一樣那句老套 你 願意嫁給我嗎 我 我不能保證 我這一輩子給你大不大歸 但是我 我不會讓你 受傷害 再問一次 你願意 嫁給我 不願意 然後呢 感動 怎麼回答啊 那天我也沒有戒指 可以給他戴上 然後我在 反正就大家開始起哄 啤酒罐 那個一開罐 什麼什麼 就另外一個餐廳的朋友 店長 就拿了後面他們那個綁豬肉 送快遞 綁豬肉那個橡皮筋 一條塑膠袋那種 被他拉下來 就摻一摻 帶上去 對 另外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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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我們剛剛聽完那個 邵琴的求婚 我們也要聽聽看 榮翔當初是怎麼求婚 對不對 這個喔 就厲害了 你這樣講 你這樣講嗎 你這樣講嗎 就是我求婚是比較 比較衝動一點的那種 我自己是比較衝動 就有一次跟我老婆在 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就是 就是 在 約會 然後因為我就是 很大男人 為了這些事情有一些 口角 為了一些這種問題 一些口角 那我就很 就是說 我說這個有什麼 我說本來就是 你有什麼好那種的呢 他覺得很不給他面子 生氣走掉 生氣走掉 我說走啊 口舔蒜檀子 越扎越不是滋味 越響越 不行不行 你這樣走掉就不對了 不行 跟人家約會 怎麼要取人家 你怎麼能 對不對 就很急很趕 就出去追他 不見 那我想說回去就是 我住在 桃園一帶 林口一帶這樣子 那我就往那邊走 那一開車就上高速公路 就一路這樣找 一路 覺得計程車會走的路線 會到 會過上高速公路的路線 就這樣一路這樣走 一路這樣走 我就一步一步找 計程車一步一步找 一步找了 在那個過林口收費站 沒有 泰山收費站的時候 要上林口的時候 被我看到 找到了 看到這個背影 後面這個 這個頭的後腦槽 是他 看了一下我就 就這樣 以為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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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白斑馬車這樣 開車這樣 打 打得這樣 那個就很害怕 不知道在幹嘛 你既然這樣的話 你不懂 我就告訴你 你那時候開什麼車 開白色的 白色的 白色的 當然來 白色的 發 就這樣子 不是 那時候開 白色的 C 小的 小的 C 然後就這樣 那弄不起來 那就計程車上是很害怕 就是很害怕 那問題是沒辦法 那是一生的幸福的問題 你知道嗎 你沒有辦法就是 要嚇到人家 那就是弄下來 然後我就說 那計程車司機 後來我老婆跟我講說 那計程車司機已經嚇死了 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誰 怎麼這樣子 然後他說對不起 那錢也根本做不到500塊 我老婆就給他500塊 他說對不起 那計程車就開走了 就在路邊 就在那個路間 就是中間靠路間那個地方 對 退身 對... 我就說 你這樣什麼態度 你脾氣幹嘛那麼降 我們降 對 還要這樣子 講完以後 他很害怕 覺得我們要幹嘛 要暴力 那你怎樣 你怎麼樣 那我給你求婚嘛 我就跪下去 你知道嗎 水 就跪在那個馬路邊 你知道嗎 跪下去的當時 對不起 我要講一個小話 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 跪下去的當時 對不起 我要講一個小話 很痛 真的很痛 小石頭這樣 那你嫁給我嘛 對不起 我跟你求婚嘛 你不要生氣嘛 那我老婆當時狀況是 她被我嚇一跳 她也一起蹲下來 我是跪下來 她還是蹲下來 她嚇一跳 因為她不知道怎麼很多人在看啊 車子過去都在看啊 因為我們就是 車就這樣子 這樣插在這個 中外車道這樣子 然後她嚇到了 你知道嗎 那所以說我就說 這是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求婚 那後來要結婚的時候 要請客的時候 她跟我講過說 你都沒有送過花給我 我說好 OK 我辦了一些事情 然後去買花 你知道 一百多多很累 這個這個 包這個包很累你知道 我在那邊等 結果她就一直打電話來 因為明天要請客 要穿衣服要幹嘛 她正在敷臉 弄一大堆有的沒有 我說 你不用 等一下我就回去 我們要給她驚喜 所以說你不可能告訴她 你知道嗎 然後咬了 自己就生氣 哭了 明天還嫁 嫁給你 翻臉 她以為我們要去 Single party 我真的是有冤枉 你知道嗎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我說 我是沒有買過花送你 我就很急 這樣晚上 她妹妹還在她家裡 在我們家裡 在幫忙弄東西啊 幹嘛的 然後一到家 我說你來開門 嚇著 嚇著 嚇著毛毛雨 那地下都濕了 我就跪下去 我說來 請你嫁給我吧 我就真的再跟她 求一指揮 拿那個玫瑰 但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我們 剛才你有講了一個 鑽戒的問題 就是那個時候 鑽戒我訂了 沒有來 一直沒有來 那天就等 我說你鑽戒再不來 不是 我又沒有辦法拿 我說你幫我 幫我拿 在我的口袋裡自己拿 你拿 她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她誤會了 對 舒不舒服 然後呢 拿了以後打開 當下當下是 就是崩潰 然後她的 當下是崩潰嘛 她的妹妹在幫她拿 那個閃撐的閃在旁邊 就我們三個人 她妹妹就這樣 她妹也哭了 她媽媽 我當時可以這樣 就說 我們姐姐 我什麼時候才會有這樣子 就是這樣 當下當我們覺得是做 應該做的事 我並不覺得這是特別的 浪漫 我覺得就是這樣做 可是女孩子做... 女孩子被感受到這種 這種誠意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要問一個 很恐怖的人物 小萱 你當年求婚怎麼求 嚇不嚇了 沒有 去直接打婚 回去 你又脫了 我忘了 OK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什麼機會 讓我在這邊求婚 我們都是男的耶 我們沒有再跟你搞這些 來 跟民主來笑 請吧 我想現在是一腿貴 我現在兩腿貴 老婆 對不起 他一個人這樣弄 我們變家長了 對不對 突然一看... 家長喔 不願同學 對不起 從你這個 聽我 他說去年要嫁給我了 你現在沒嫁 真的嗎 停你... 停我 為什麼 想他停不停 不停 停 他說去年要嫁沒嫁對不對 對 來 長播麻煩那個 鏡頭也配合一下 對... 音樂 這便能給你的不多 只有我全心全意的愛 我現在不是跪在你面前 我現在是跪在我爸我媽 你爸你媽 你繼父 求你快點完成我們兩個的婚姻 讓我也歸屬 如果你願意的話 世界就是你的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只有我一個人走入黑暗深淵 謝謝你陪伴我 謝謝你陪伴我 掌聲鼓勵 謝謝你 謝謝你 我求婚不成的話 我一輩子再也不來國慌棒媽媽 是 這個節目也做不了一輩子 好不好 很難得有這種這樣的男人 而且是在電視上面 讓全部人都知道 而且這個好狗膽 對啊 還在一個收視率不錯的 對 如果說你差到0.1的 我們也覺得OK啦 沒有禮貌 OK的啦 小芳知道 因為你也知道 小薛這種人就是 感性 他真的感性 真的感性 比較容易感動 而且心腸又好 小薛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雖然我們常常有時候 笑他二百五在幹什麼 可是他確實是 心態是比較容易感動 比較感性 不會有太多的那種 對 他出發點從來沒有壞的 對啊 所以如果覺得 陳平要好好的聽一下 因為一個男人要這樣子 很難的啦 好乖 反正今天錄這個節目 其實大家都滿開心的 有求婚的 有要結婚的 大家都是真情的流露 婚姻到底是不是愛情的墳墓 這見仁見智 你好好的過就不是墳墓 如果說你結了婚姻 還不甘心 還要在外面亂搞 那不但是愛情的墳墓 漂亮 也是人生快樂的墳墓 對 沒錯 婚姻是快樂的 婚姻是感人的 正點 結了婚以後就要好好地過 今天謝謝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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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結束了 謝謝謝謝 媽呢 太緊張了 一 二 我們示範斷背衫造法 三 幹什麼 那你喜不喜歡生活 還蠻欣賞這個 前輩的 那你會不會給他電話 我不知道 到這裡就可以了 不知道就OK了 對 不知道就不要自由 不可能就直接跟人家不要 會傷人啊 所以不知道怎麼辦 這麼來 我不會讓他也問他 你應該要做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